我们炼帖主要是要炼 那么炼帖的过程当中不是 好像我眼睛看见了 好像我就把这个字写上了 这就需要独帖 那么怎么去独帖 好像我们还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办法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千金千里马 本来这个炼帖和独帖是相复相成的 我们主要是以实际动手为主 以这个独帖为辅助手段 为什么说是要以独帖为辅助手段 那就是独帖就是要看一看 怎么看了这个风情话 看你灵魔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目标是为了这个主要是章法 那么你主要要读这篇自帖的章法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的地方 或者关键性的地方 那如果你注重的是末法 比如说它的哪些地方是干的 哪些地方是枯的等等 这些呢我怎么想办法弄 是吧 这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关注的是笔法 那我们就要看笔法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去看 我们想啊 这个你最基础的问题 就是要把一笔一画首先要看懂 为什么呢 因为你灵魔自帖不是一个笼统的像我们看天扫一眼就过去了 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所以这里边呢就要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考验 就是我们到底把这个自帖能不能看中读懂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一笔一画看懂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提出四法三笔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从一笔一画上面看懂的 因为你在一笔一画里边包括了你的末法 当然这个章法不完全概括 但是一个字一个字接着往下写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会看到这个章法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独帖呢 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要掌握独帖的方法 如果掌握了这个方法 你就一边写一边就读懂了 如果你不掌握这个方法 你就是读上三天三夜空还也读不懂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千亿千里 今天有位朋友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他在视频里边说 有位老师建议你一天写半个小时的字就可以了 剩下的时间主要要用来读帖 那么你读帖起码要费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就是以自己的这个个体的体验 来代替基本规律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是最要不得的 也许对你来说可能很合适 你看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如果你行的话 这个字帖你基本上背下来了 那背下来之后呢 那可不是你就花半个小时 或者十几分钟把这一个字帖就写下来了 是不是你三个小时你想一想 是吧你写的一篇字帖有多少个字 你一天才能写多少个字 而这个账你都是能算过来的 那么我们想呢 如果你想想你每天都是这样 先看三个小时 然后再练半个小时 大体上来讲是一比二十的关系 你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书法的 你想一想你是能学好还是学不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明白了也好 看不明白也好 最好你是最起码这个形象 我记住了 我要怎么样 要落实在手上要练 那不是一遍就练好的 所以我们讲你这个读字帖 要训练出一个基本功夫 就是用四法三笔来看 也就是说一个笔画 一个笔画是怎么写的 一个笔画和一个笔画之间的关系 那个连接点在什么地方 你把这个看中了 训练出这样一种素质来 任何一种字帖 基本上可以说一眼一看就看懂了 就看明白 因为你当你看到 每一个笔画的时候 它的起笔行笔书笔是怎么完成的 你形容就有数了 或者呢看到哪些地方 我还在用笔的过程当中 出不来这个效果 你心里边也就明白了 就会反复的去推就 这个笔法我到底怎么才能够写 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直到你学会为止 这样就扫出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学书法最大的问题 叫做什么呢 就是笔法扫盲 就是你学任何一个字帖 能够把这个笔画 我一次或者说是怎么样 很快的把它能够学像 或者说学对 这个呢就让你学字帖的这个 这个动力就很强了 为什么我学起来快 学起来也比较快 你想一想 你一个笔画 学一个不像 学一个不像 这你要反复的练 对不对 要直到像为主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 因为我们练字帖 你基本是按照像的规则来走的 至于说不像 那是另一码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灵膜不像 或者你就不需要去灵贴了 或者呢 你借助于灵贴的这种灵感 你要有书法知识的储备 你才能够学的灵的不像 而有你自己的东西 是吧 你比如说像王多灵的 灵膜的这个字帖等等 他能把楷书写成草书 你行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不谈 对我们很多初学者来说 我们先不谈灵膜不像 先学像 像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用笔的过程 也就是说每一个笔画的 起笔行笔收笔的这个过程 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要学的 我们要读懂的就是这个 我们要练的就是这个 我们要掌握的就是这个 一个一个的笔画 让我们攻破了 要突破了 都学会了 那你想你灵膜自贴是非常快的 而且呢 你独贴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独贴和灵贴的关系 首先独贴要掌握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如果你把四法三笔掌握了 你掌握这个道理 基本上用不了十分钟就掌握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原理在那摆着 就是任何一个笔画 哪个是起笔 哪个是行笔 哪个收笔 这不是一看就明白了 一学就明白了 然后哪个是接笔 不是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道理不就明白了 是不是 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要用用这个原理 因为这个原理 基本上贯穿于所有的书法 就是不管你是看书 行书 草书 例书 传穿所有的书法 对不对 它是一个基本的规定 那么具体到每一种字帖 每一个书法的时候 它却有不同的 起笔 行笔 收笔 皆笔 这就是学书法的道理 对不对 因为一个字帖 和一个字帖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楷书 它的起笔 行笔 收笔 都不太一样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推究的 如果你积累了大量的 这样一些经验 那么你读字帖 是非常容易读懂的 边看边懂 不需要 这一本字帖 我翻过来翻过去 或者是从上到下 我看看过来看过去 看上那么三个小时 你想想你看什么 你看不到它的诀窍 你不是白看 就像我们读小说一样 是吧 好多字你都不认识 那你不是白看了 所以这个我们想 很多人讲的这个经验 就是我们不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目标 你看了三个小时 对有的人来讲 看三个小时 一篇字帖 如果字数比较少 几乎它可以背下来 我想有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情况 你适应不适应 我们的初学者 或者适应不适应 我们所有的人学书法 这个你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规律 首先把读帖的规律掌握了 比如我刚才讲的 你如果按照四法三笔 或者你有跟四法三笔 类似的其他更好的方法 只要你把笔法和结构 首先读懂 这一看一个准 一看一个懂 不需要我们花费太差的时间 再一个问题呢 还有就是我们读帖要分情况 如果我们有些条件下 它不允许你写字啊 比如说我在外面出差了 或者说在旅途上 我这个兴趣比较高 背包里边背着一本字帖 那我拿出来反复的看 那你看三个小时 何止三个小时 是吧 五个六个小时都可以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写 当然也可以写 就是空中 用手指空中来画 这个一般来说不太算 那你就是独帖 心领神会 那么怎么读 还是同样的方法啊 是吧 笔法结构 张法 末法 就这些东西 看你取的是什么 我们一般来说 学一个字帖 这个学的目标不太一样啊 这个 同样的一篇字帖 这一次可能我们学的是笔法结构啊 过了几年之后啊 可能我们重点学的是张法 再过了多少年之后 可能我们重点学的是末法等等 不一样 所以我们读帖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我们读什么 我们拿什么读 我们拿什么读懂 再一个呢 就是练帖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方面 我们要把基础打好 就是笔法结构这个基础要打好 在这个基础上 张法 末法 就凸显出来 是我们的重要的练帖的任务 总的来讲 这个学书法要多练 同时要绘读 这很重要 注意要会读 善于读懂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的分享 欣赏的学习 末法的快乐 也欢迎大家 给我们提出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谢谢